好,來,化為最簡單整數筆,老師說 化為最簡單整數筆有兩個要素,是哪兩個? 是哪兩個?第一個要是整數,對不對? 第一個是整數,第二個條件是什麼? 不會回答,不寫字,不寫字 第二個條件要是負值,這才叫做最簡單整數 一個條件必須整數,第二個條件負值 好,十和6.5,誰不是整數? 6.5 6.5不是整數,所以6.5要乘以? 10,把它跑過來,變成65 10也要乘以? 10,變成100 請問這個有沒有負值?沒有 沒有,繼續畫,推進 5 5 5 13 15 20 答案是這一個,20比13 就是兩個步驟,第一個要變成數,第二個要負值 看得懂嗎? 它都不能直接乘以2 你只要有辦法不變,你就自己看,都可以 這是一個標準的步驟,你有其他方法自己都可以用 這邊測到變成數當然是可以的 好,來看這一題,兩個都是分數 但是它有一個有代分數的,你如果不習慣分別成的話,兩個都化成代分數 前面第一個是7分之2,後面這個是2又5分之4 我們把它畫成一樣的,那是一般我們寫成假分數 如果你要用大分數乘的話,分別要乘以分數和整數 好,來,5、2得是14,對不對? 我們7分之2和5分之14,7分之2和5分之14來比 請問,現在要用乘以什麼數字到他們的分母都會不見 變成整數? 分1不寫 乘以什麼數字? 兩個人要同時稱一個什麼? 3數是5換7的什麼東西? 最小分倍數 他們兩個人的分母的最小分倍數可以讓他們的分母都不見 變成整數 你們聽不懂? 柏花聽得懂嗎? 俊陽聽得懂嗎? 俊陽回座位 7和5的最小分倍數是35 好,7分之2如果乘以35,其實就是乘以5,對不對? 好,那5、2得10 5分之14如果乘以35,其實它就是乘以7 那7乘以14,7分之28,2分之7 好,這樣能夠當答案嗎? 還沒有最簡單,還要再約分 2,5得10 2,4得8 2,9,18 5和49 所以這一題的答案就是5和49 這一題的答案就是5和49 5比49 第一個步驟化為整數 第二個步驟再約分,變成戶群 好,來看第三題 老數點 因為我怎麼樣讓它變成整數? 2,10 好,兩個都變成乘以10 162比126 這樣可以當答案嗎? 不可以 不可以 要約分 你用幾個約? 我們用小的約 2,6,12 2,2,7,14 2,8,16 2,1,2 好,這邊約 2,6,12 2,3,6 再用3 3 只有18 那我們沒有那麼聰明 3,2,6 3,7,21 3 3,2,6 3,1,3 再一次3 3,9,27 3,7,21 答案是9比7 約4,2,7 1000 2,9 四的小數就是分數 隨便 你要乘以幾? 乘以5嗎? 也可以 也好 484 至近位小數不見了 對不對 看這一題來 有兩個方法 有些人一看就知道 這個是 小數點 不要 要乘以幾? 軍藥你只要看黑板的 我只要看到你不看黑板 我看到的話,我就會叫你的名字 我看黑板 2.8和4月5分之2 第一個,你看到這邊的小數點 你可以想說,哎呀,我要把小數點不見 我要乘一級 乘10,就變成28 就變成28 好,這邊乘以10會變成8,乘以10 那你要知道是5分之5,420,22 乘以10 5,2的10,是不是44 28比14,再約分 怎麼約 婉芸,你在做什麼 怎麼約 用7 7不可以耶 4 用4 17,28 11,4 11,4 7比11 好,那有些人呢,一看到分數 我就想先把 婉芸,你要繼續在這邊講話 有些人看到分數就想到說 我想先把這個分數去掉分母 是會乘以幾 乘以5,對不對 乘以5 好,4又5分之2 我在旁邊寫 5分之22 乘以5 確實 確實不見了 變成22 那這邊乘以5 這邊是不是要乘以5 那5乘以2,8 你的旁邊計算一下 5,8,4,4 5,2,3,4 但是呢,少數點點在這邊 14比22 可不可以 可以 繼續再畫一遍 27,14,21 答案是7比11 兩種對法都是對的 好,我們下課